11月15日,德云社钢丝节相声专场正式官宣。 时隔4年,德云社再次举办钢丝节,引起许多网友的关注。 钢丝节顾名思义,就是郭德纲粉丝的节日。 自从德云社黑八月风波后,郭德纲得到了许多粉丝的支持, 为了回馈粉丝们,特地选一天来举办钢丝节。 刚开始的时候,还是在小剧场,后来慢慢的人越来越多, 只能再找商演的专场来举办。 每年钢丝节的阵容也非常强大,演员跟观众们玩得也非常开心。 要知道于老师是轻易不开嗓的, 但在钢丝节的舞台,于老师也会满足观众的愿望。 除此之外,钢丝节上演员们跟观众也是互动最多的。 在之前每年的钢丝节,都会有粉丝送上蛋糕。 德云社观众和演员互扔蛋糕的名场面,就是在钢丝节产生的。 作为莽撞人烧饼,可能是玩得最嗨的一个, 但后来可能是因为郭德纲觉得浪费食物,所以这个环节取消了。 缺席了四年的钢丝节,也让许多网友非常的期待。 要知道,每一年的钢丝节,都会有许多新鲜的包袱作品。 钢丝节,郭德纲和于谦也是非常的用心,演出阵容那更不用说。 妥妥的豪华阵容,全部都是各个队的队长。 要知道,这阵容除了德云社开大会,剩下的怕是很难聚齐了。 不知道今年的钢丝节,郭老师又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。 于老师要是再开个嗓,那票钱可就真值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